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 《文字幕志愿者 》 《文字幕志愿者 》 那是一条鱼吗 鱼他就游来游去 他出鱼杆里看 看我们这个房间全是水 你们看不见假装性吗 他看过来就全是水 但是他游不出来 因为他通过水开 这全是水 他觉得这个水很大 它是本能的一些东西 它游不出来 但是你问他说 你相信我们不用泡在水里的可以活吗 他说不相信 他不会相信你 他必须每天就在水里 这个世界不可能没有水 没有水是不能活的 我们人不是每天泡在水里的 我们也可以活 但他不相信这件事 因为我们也是泡在水里的 然后我说你 假如我跟他对话 我说你 你愿不愿意做人说不愿意 我说人力可以不需要每天泡在水里就可以活得很好 他说那有什么乐趣呢 你不在水里有啥乐趣 是吧 这就是鱼的认知 我们人力也是 我说你 你可以不再遇见天去做那些事 你也可以活得很自在 有些是吧 那有什么乐趣 生命不同 等级不同 但让你做鱼 你肯定不做 鱼也不做你 就是你 你局限在自己的生命认知里 你就觉得 他于是说你不在水里有什么 有什么好玩的呢 你都不在水里 你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是吧 水才是乐趣啊 那像我们 比如说 吃喝玩乐才是乐趣啊 你不吃喝玩乐 食色性眼 你不玩 你怎么就有什么乐趣呢 人活着 不吃肉有什么乐趣 有什么饭跟 他们说嘴里带出个鸟来 没有情感怎么有什么乐趣 是吧 这一样的哦 他没水都没有乐趣 他理解不了人力的境界 人力也理解不了 但人力是 也理解不了鱼的境界 但是人力是不限于理解鱼的境界的 天人也是不限于了解我们的 一样的嘛 等级不同 相比较 我们比鱼更自在 因为它的命运超过在我们手里 其实我们真的是蛮麻木的 你看就像鱼啊或者鸟啊 它们其实是有思维有情感的 只不过它是本能的一些反应 但是我们 我们竟然会吃掉它 就是你可以给鱼啊鸟啊对话或者是什么 但是你吃的时候仍然可以吃掉它 就好像觉得这件事 它恐惧它有感情又怎么了 是不是好像天气低的好像 它就是我们在盘里边为我们吃而生的好像 就是我们从小就看着屠宰场 很多羊啊牛啊被屠宰的时候 我们习惯了 就是到习惯了一些东西的时候 就开始麻木了 我们不觉得 就算你 然后它被烤了就像那条鱼 它跟你聊天 然后它被烤了放在牌子里 你照样也觉得能吃 也超多超多也吃了 对吧 就麻木嘛 这个人力的意识 就麻木就觉得这个好像很正常啊 但是我们不习惯吃人嘛 就是你看看的那个野人啊 也就是那种 你叫什么那种 原始部落把人烤了吃 我们就很不习惯觉得 哎呀这太野蛮了 但是真的是有啥不同 是吧 觉得烤人是太野蛮了 烤其他的东西有时不也一样 我们也默认了 好像很麻木 大家无动于衷 现在这边放着一排烤牙烤猪烤什么 大家其实是心里没什么感触的 就是默认就是觉得这个挺正常的哦 烤猪烤牛烤羊是吧 放一排烤牛排是吧 西餐有时候的 你觉得也很正常啊 那种牛有感情又怎么了 没有跟你对话又怎么 是吧 你也知道要吃掉它 你把它吃了哦 真的是挺厉害的 啥啥的 这么麻木的脑子 习惯 习惯 老师 我理解现在就是惯性 就是惯性 习惯了 从未思考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就是就 从小就这样 就这样 生虫 肉食 植物食 肉都吃嘛 就这样 习惯了 习惯就麻木了 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觉得震惊了 他如果要是对照那种 就有一种情况 如果说自己家养的宠 尤其是包狗 有感情 对 他是因为有感情 他见了这种感情 而其他的东西 就觉得跟我没关系 没感情 那样你烤个人 你肯定吃不下 觉得是同利嘛 你就烤个别人 你也吃不下吧 你没见过的 你不习惯 你没有这种 同利嘛 你没有先例 从小如果你生下来 大家都在烤人吃 你可能也麻木了 我饿了 抓个水过来就烤了 真会麻木的 一不小心就被人烤了 一不小心就被人烤了 就是概念里 就建立起来的 这个东西可吃 那个东西不可吃 建立起来的概念 老师说特别对 特别对 就是活在 活生生的吃了 活生生的吃了 没有感觉 真没感觉 所以我们对很多事 没感觉 对地球上的很多动物 生物 没看到感觉 其实地球上挺热闹的 那么多动植物 那么多生命 熙熙攘攘地住在地球上 就打招呼 我们一生也打不完 然后我们是挺狐独的 挺寂寞的 我们看见了 就是把他拔了吃了 把他拔了吃了 把他拔了吃了 把他割了吃了 把他杀了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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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